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潮取舅 这是今天的香港,应该是入境 国际机场入境的口岸 那也就是说我们讲接人 这地方是公共区的 要去三天,去香港机场接人 接谁,接每一个来到香港的人 坐飞机凡是进入香港 你只要让他进去,他就行 这是从今天,明天,到后天,到星期日 三天的活动 香港机场据说有了一些严格的规矩 想进入这个,他叫什么,离岸的地方 必须有机票 这是接飞机的地方 香港人加油 非常令人感动 这一次整体的运动,其实就是一种人心所向 用这个词叫人心所向 其实从另外一个词呢 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说 be air 我有一期节目,我说be water 跟大家解释在我眼睛里的be water 李小龙的话 然后我顺口说了一句 be air be air 就像空气一样 有一位朋友说,哎呀,陶哥,be air 这词用的太棒 水你还可以看得着 对吧,你可以接触到 你可以把它装在容器里 be air可不行 be air可不行 那be air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人却最需要它 勒上脖子 两分钟人就嗝屁死掉 所以对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 那什么叫be air 香港人说的与神同行 就是be air 神 人们的三魂七魄 人们的灵魂 与空气 有着类似之处 对人而言 看不见摸不着 无处不在 只有个体者的感受 个体者的感悟 个体者生命的认识 在这个基点上 你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存在 而不是用人的肉眼去看 人的肉眼 与现在的物质的世界的一切 是等同的 但神 人的灵魂 与今天我们看到的空气 他们有着共生之处 人的肉眼看不到 但人们的生命内在意识 却与他同在 与他同在 这是我们看到生命之尊严 生命之珍贵之处 所以我觉得 be air 就是与神同行 这是神行 就是人的神性觉醒的过程 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他要持续三天的 应该就是我说的 非常感人的 中共的控制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 一定是侮辱人的 侮辱人的 他侮辱所有人 侮辱所有生命 那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 是被侮辱的过程 刘元的父亲 刘少奇 是被侮辱的过程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 完全都是被侮辱的过程 那邓小平同样是 对不起 同样是侮辱的过程 但是他们人之初性本恶 这是王沪宁讲的 贪婪欲望的一面 跟他生命内在本来的 那样恶的 就像江泽民这种恶的 动物的那一面 会促使他们 无法摆脱本性的邪恶 女娲告诫狐狸说 你不能害人 你不能害生命的 狐狸答应的非常好 一到人间 牛脸就杀人 这就是生命的本来 那你说是不是 女娲设了个圈套呢 你可以这么讲 动物跟人 永远是无法相比的 用狐狸一只动物 去告知今天后来的人 给人们上了一堂 神 佛 道 与人 妖 鬼魔之间的 故事和关系 告诉人们 人自身的尊严 那用一只动物 用一只狐狸 用一个女人的身体 又何尝不值得呢 我觉得是有这个成分 所以中共的体制 永远是侮辱的体制 是一种 是一种伤害的体制 完全伤害个体制 所以共产党走到哪 只要一出手 一侮辱人 一骂人 一干那些龌龊的事情 他一定在这方面下手 就像在我节目下面 经常留言呢 骂那个妈 妈什么什么 后来我当时 我个人看着 我真的觉得很可笑 我真的很可笑 当你骂我这个的时候 回家看你奶奶 小子 你忙活就忙活去 我都给你落到实处 你要能骂得着我才怪呢 你记住 当你骂我的时候 回家看你奶奶 让你自己落到实处 都是爹骂生的 都是骂生的 都是女人生的 一个二十八的 嫁给一个八十二的 想把八十二的耗死 八十二的把二十八的 耗成了中国大妈 你听得懂吗 哎呀 就是说 整个中共体制之下一切的东西 都在糊弄 只有一个人没糊弄 习近平没糊弄 他自个儿 其实是个大诱惑 大糊弄 因为所有人都在糊弄他 这是 那五毛也在糊弄他 那这是肯定的 所以在这是中共体制之下 人们的做法 那与中共相关的 媒体也好 怎么样也好 类似的做法 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时间现在快 罗冠聪 黄之锋 他们去见了 美国驻香港的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特使 那这张照片呢 是被大公报披露的 大公报是共产党的报纸 王虎宁领导 披露之后呢 说这就是 把黄之锋他们称为叫 叫什么 反中乱港的独 叫什么 独裁体制 独裁分 叫港独分子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港独了 这共产党疯了 我跟你说 他宣传上疯了 然后呢 说这是跟外国人勾结的证据 你们家习大大说了 你们家习大大说 要用两百多年前的马克思 所灌输的思想跟理论 去弘扬五千年文化 你数你爷爷 网上数几辈 能跟马克思赶成辈 然后你倒着算 你那个奶奶是谁 你说是什么东西 共产党 地地道道的是洋货 出卖祖宗 侮辱祖宗的 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地地道道的是洋货 连一根砸毛都没有 那么那东西 啊 没跟你说吧 你那么说 我就就是你那么说 中南海有一个算一个 披露美国外交官成年孩子的姓名 美国谴责中国可比流氓政权 这是法广说 流氓政权这个话 这个词翻译的不打地 我跟你说 他为什么叫翻译不打地 你用了流氓就把流氓给给糟蹋了 共产党不是人 你要形容达基 你可以形容他叫女妖狐狸精 对不对 你说他是放荡的女人 这马路上放荡的女人有的事 你糟蹋他 有些人他有 他就那样 但他不一定是动物 共产党不是人 这是我一再一再跟大家说的 朋友们只是盯了一些龌龊的事 听起来心里觉得是喜欢不喜欢 肮脏不肮脏 我跟你讲的是 我跟你讲的意思 就是透过那东西 你要看到他生命的本质 所以他不叫流氓政权 侮辱了流氓儿子 被大公报拍下来了 然后说叫 说这个 说这个美国驻香港的领事 叫颠覆专家 那你给他驱除 你把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 你给他关了 谁不关谁是个孙子 怎么这么简单 你让他在那开 你让他颠覆专家在那干 是你请进去的 所以那东西 你说那大公报 是人写的东西 那颠覆专家 习近平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给写到 写到他的著作里头 让所有中国人 都得跟着他走 包括你大公报的老板 你冤不冤呢 对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有得没堵死的 有自己跟别人生了孩子 让顶的 马克思跟那个女佣人 生完孩子 让恩格斯顶的 对不对 意大利叫什么 犹太人住在德国 后来跑到英国写的书 然后这个列宁是俄罗斯人 你们家那种 也乱成什么样 是共产党的种 你会骂人吗 是不是这道理啊 那你是你们家 给弄到中南海去 写的书里头 你们家天天要读的 一大公报 所以这不是胡来吗 美国领馆的政治部主任 叫朱利 他在香港当地 是8月6号下午 被拍到跟他们在一起 那 说 说这些人呢 是香港学生运动的代表人物 对 他们 这些人是 是他学运 学生运动当中的 代表式人物 跟港独没有关系 他一开始说 那港独 那陈浩之 那是当初跟那 叫民族党 那是中间有点故事 而港独 港独的说法 到现在我都认为 是共产党的苦肉计 就放了驴儿屁的东西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对大公报此举进行了 措辞极为严厉的评价 让一位美国外交官的私人信息 她的照片 她的孩子的名字 等信息公开 这不是官方抗议的行为 这是流氓政权的行为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不会这么做 大公报去查到了这位女士的 她自己家里面的资料 她是一份工作 共产党政权的人生命 糟七妈八的东西 就听不懂这个话 她是一份工作 美国总统打了一份功 共产党体制之下 当有了一个 当一个人拥有权利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定位一个 是纵欲权利的拥有者 把他权利之下的所有人 都当成他任意纵欲的工具 和任意纵欲的对象 这是生命认知的根本性不同 这就是中共体制之下的邪恶 他对老外呢 他就直接就这么来 爱国主义者个个 个个只要他有机会 就全是外国人 而靠侮辱别人去赚钱 侮辱别人去赚钱 大概故事就这样 觉得他把人家的个人隐私给拿出来 个人自己家里的东西 孩子的东西 未成年孩子的东西都拿出来 所以直接痛斥他 他就讲说 在其植物范围内 同不同人物 这是一个正常的会晤 我跟大家解释的意思 我说的意思是这么个说法 暴徒政权 这是苹果日报在评价 我觉得暴徒更贴切 流氓呢 流氓太 暴徒有着强权 有着强奸的成分 有着伤及生命的含义 星期三 大中报公布了 美国驻香港领馆的 众志部主任朱利亚的资料 把他背景全都给弄出来了 而中共外交部对 驻香港公署 对美国领事馆 见那些学生表示抗议 他说这是港独的组织头目 这只烂 随意说法 根本没有任何的 就是他在表述和描述中 完全是一种暴徒癫狂的说法 完全是暴徒癫狂的说法 立即与各种反中乱港分子 划清界限 中共支持的任何生命 都是与几百万香港人对立的 你这么想就知道 你就知道这个共产党的中 共产党本身的恶 美国公务院 外交官近期责任 我们予以称赞 这是美国在全球外交官 每天的工作 那黄之锋 与他们现面的当天 美国驻港的外交官 也会晤了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 以及在港的商业人士 中共外交部就不说了 然后大公报也不报 这是在我眼睛里 这是真正我们通常讲的邪恶之处 类似的说法 这都是在一起的 澳洲议员将中共国崛起 称与纳粹德国并举 这是华尔街日报 颇具影响力的澳洲议员 他原来是情报官员 加剧了澳中两国之间的紧张的关系 凸显澳洲在平衡澳美安全关系 与澳中关系中面临的挑战 他是个情报官员 曾经是 他具有影响力 是澳洲议会权力很大的 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大家就明白 在很显然 如果他一直是这个角色的话 我相信华为被逐抽 被逐出澳洲 与他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第二个 就是逐出澳洲的有关武器的 第二个在欧洲 在澳洲里面 有太深刻的 太多的中共势力的影响 包括现在在学校的学生 那也就促成了 他看到 耳濡目染的看到中共政权 把人伤害之后 那些就像变性的人一样 那种变性的人 我说的意思就是 人性尽尸的那种生命表现 人性尽尸 大家不用觉得 是个怎么个描绘 狐狸进了达基身体 就叫人性尽尸 但它却表现出 女人身体的妩媚 不就这事 一样 我跟大家举着例子一样 你要相信 生命之间的关系的话 你就懂得这种关联 你再看周围的发生的事情 你会理解的相当的透彻 你也不会为此而感到疑惑 雪梨的 就是悉尼的先驱晨报 专栏文章 几十年来 全球未见过的安全跟经济挑战 中共国的野心 不受到遏制的话 他人会为我们做出选择 他是这么翻译过来的 美国国务卿 曾经在几天前 在悉尼有过演讲 帮助华盛顿抗衡中共国 日益增长的言论 那目前习近平 领导下的中共国 就要称霸全球 实际是为了达到习近平 个人的梦想 西方国家希望经济自由化 改变中国 那低估了中共国的邪恶 我觉得 暴徒流氓的邪恶 生命邪恶的本质 他们的思维出现了致命的错误 跟当年法国一样 澳洲一直未能注意到 当时的法国的德 没有注意到纳粹德国的决体 对整个欧洲产生的影响 今天的中共国就是 而中共驻澳洲大使馆 一份罕见的声明中 回击了这些言论 说戴着有色眼镜 你自己都说 自己不是人叫高级动物 对吧 你自己都说 自己不是人叫高级动物 就像一个女人 说自己是狐狸精似的 我叫馋死你 有什么区别 你不是回家也让你儿子 看风尘演绎吗 你没看湖南在演风尘演绎 新版的风尘演绎 演到群仙会 其实就是群妖会 群就是摘星楼 做成之后一群狐狸 三十几只 到那喝酒 对吧 有笔干陪着 就是那段戏 王沪宁不让演了 为什么 他说他呢 你信不信 所以今天中南海 就是妖魔鬼怪当道 所以我说 习近平为什么 连说个哼哈都要念字 都要念狗 就是被占有了 被占有了 被类似被 这些乱七八糟影响 是一样 这么讲被操控了 对吧 大江无人机 多好事 被操控了 人们只看那个飞机 谁也看不见那个操控者 一样 周末愉快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傅站